如果大家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 其实服装也能成为我们拍照的一个亮点 你看我白裙飞舞是不是特别美 你是美了 但你有考虑过你闺蜜的感受吗 她在后面扯你裙子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你要换个场景换个造型 再多拍几张 我发誓闺蜜一定跟你翻脸 我的拍照技术不怎么样 这是我手机里面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拍完之后就被老师给收走了 我至今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后背发凉 这也是我除了毕业照之外 唯一的一张老师的照片 心灵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如果学习不行就要让自己动起来 看这位姑娘攀岩多厉害 至少锻炼了身体 大哥如果不是你喝醉了 我还以为你真是在攀岩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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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眼啊 再给我喝两瓶 我能上天 你心吗 没有两把刷子就别出来现场 我只有梳子 没有梳子 但是在拆这个包裹的时候 我连梳子也失去了 朋友 你的脑洞得有多大 才会想着用梳子来拆包裹呀 不要去猜测任何人的想法 比如你现在来猜一下 这位路证人员在想什么 难不成是想模仿派大新吗 大树别挑皮了行吗 我们还以为交通锥成精了呢 马路上总能遇到一些奇葩 当这辆公交车停在路边的时候 我正犹豫上不上车呢 我怕圣诞老人带我去送礼物 圣诞老人如果不搞点兼职 哪有那么多钱买礼物送给你们呀 朋友跟我说了 换了一辆卡红车 各方面都不错 就是后备箱有点小 几乎放不下什么东西 你就知足吧 你这个行李箱 在自行车里算是高配了 人啊就是不知足 猫也一样 在外面自由惯了 居然想着要去鸟笼里体验生活 猫大人 这生活你还习惯吗 还满意吗 还是这里安全 在外面总觉得有人要害这 二狗子 你快过来看看 村民的那只猫 居然住到鸟笼子里去了 真是笑死狗了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呀 明明知道我被锁住了 还要我过去看 别看平时猫狗不合 其实它们之间 还是能发生点感情的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都看了你一眼 我就没能忘掉你容颜 两位司机你们到底走不走 后面车都还起长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